铲教素来有互毒子的传统 能炸调皮导弹 用乾坤弓和震天剑射死石鸡娘娘的童子 石鸡娘娘与男炸的师父太义真人理论 希望太义真人严惩男炸 或把男炸交给他惩罚 杀人偿命 但石鸡娘娘并没想过让男炸偿命 只是想教训一下这个熊孩子 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要求 没想到竟被太义真人拒绝 太义真人摆出一副代表天意的架势 三句话不离天数如此 仿佛石鸡娘娘的童子活该被男炸射死 石鸡娘娘气愤不过 便与太义真人撕打起来 按说石鸡娘娘痛失弟子 情绪激动 即使做出过激举动也情有可原 太义真人理应让着他一点 何况石鸡娘娘的情绪失控 完全是太义真人互肚子引起 可是太义真人却毫不留情 将石鸡娘娘活活打死 石鸡娘娘一死 自然就没人再追究男炸射死童子的责任 铲教集团互独子的风气 由此可见一般 在封神之战中 作为铲教教主 天导圣人的原始天尊 也表现得非常互独子 封神之战的目的 是为给封神绑凑名单 便需要有人应结而死 铲节两教弟子都参与了封神之战 然而应结的却大多是结教弟子 不过也不是没有铲教弟子应结 比如有一位三代弟子便应结而死 而且该弟子还法力高强 是铲教三代弟子中少有的高手 在封神之战中 该弟子律力战功 凭他的战功 加上原始天尊对弟子的偏爱 完全可以获得肉身成胜的资格 可是他却被强行应结而死 那么这位倒霉的弟子究竟是谁 他正是铲教三代弟子 据刘孙之徒土行孙 土行孙虽然各自矮小 但掌握独门法术顿地术 可以日行千里 凭着此法术 土行孙在战场上所相披靡 而且还多次闯入敌影 获得大量宝贵的军事情报 可是这种法力优势 随着一位殷商名将的出现 戛然而至 此人名叫张奎 也会顿地之术 关键还在于 张奎的顿地之术 比土行孙更强 土行孙不过日行千里 而张奎可以日行一千五百里 比土行孙多出整整五百里 我们知道高手竞争 影响成败的 往往只有毫里的差距 可张奎的顿地之术 比土行孙快五百里 这就是个极大的优势 所以土行孙在战场上 完全被张奎碾压 为了对付张奎 土行孙决定向师父聚留孙 借来指地成冈州 让张奎的顿地术无用武之地 但土行孙万万没想到 这一决定反而害了自己 聚留孙的道场在飞云洞 当土行孙来到猛兽崖 据飞云洞只有一步之遥时 意外不幸发生 张奎得知土行孙 想去留孙求助 已经提前赶到猛兽崖 决定在此处结果了土行孙 可是猛兽崖靠近飞云洞 如果张奎对土行孙下手 可能不被据留孙发现吗 当然不可能 但是土行孙还是被张奎杀了 据留孙明知张奎在杀土行孙 却始终没有出手相救 当土行孙英杰儿死的时候 土行孙悲痛不已 说土行孙和该死于猛兽崖之下 天树难逃 平道只能望牙而弃 也就是说 巨留孙不是不想救土行孙 而是天意如此 何谓天意 说白了 就是原始天尊的意思 原始天尊强迫巨留孙 见死不救 让土行孙上崩神堡 土行孙如此法力高桥 又战功赫赫 原始天尊又向来互独子 为何要强行让土行孙英杰儿死 原始天尊确实互独子 但是原始天尊也有一个特点 重视弟子的平德 而在原始天尊看来 土行孙是个平德不佳的修仙者 是原始天尊最厌恶的产教弟子之一 要知道 土行孙下山之初 可是做过背叛师们的事 他听从神功报的蛊惑 偷了巨留孙的仙丹和捆先生 私自下山诅咒伐咒 并打败产教众多弟子 直到巨留孙下山将他降服 才改过子兴 产教门归严苛 凡是背叛产教的弟子 阴角也好 阴红也罢 有几人不被阴劫 土行孙之所以没有马上阴劫 不过因为他的遁地术 还有利用价值 但张魁出现以后 土行孙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只能沦落为阴劫之人 感谢观看